第一个我就跟大家都一样 为什么会是我 为什么会是我得到乳癌 然后我非常伤心 就会想到说我还可以活多久 那我接下来的治疗 是不是要善尽我所有的积蓄 我是不是要回去卖房子来做化疗的治疗呢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样 就是非常的沮丧 在生活上是有 就是在生病的时候化疗这个期间 当然化疗它有很多的一个副作用 那几乎就是说你在Google上 可以看到的一些副作用 全部在我的身上发生了 但是我自己很积极 就是虽然我遇到这些副作用 但是我还是用很积极的一个态度去面对 我记得我第一次化疗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掉头发 那我就觉得说我可能是那个很幸运的那一个人 可能我不会掉头发了 可是到了第二次的时候 就洗头发的时候是这样整把的掉 我就可以想到说那个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是 人家连续剧在演说那个化疗 那个女主角在很沮丧的看那个掉头 我那个情境就是跟那个一模一样 就这样洗头发它是整把的掉下来的 比较热衷的我目前比较热衷就是运动 那我也在一年前我登了玉山 然后接下来我就是我想要完成 台湾人必须完成的三件事 一个登玉山 在永渡日月潭再来脚踏车环道 那我已经排好 因为我玉山已经去年4月30登过玉山 那我今年的9月4号去 我已经报名永渡日月潭 然后11月26日我要脚踏车环道 我想如果得到癌症就像当初我得到一样 就是那个心境沮丧跟走不出来 我想我可以体会到 但是现在的医疗非常的进步 得到癌症就好像一场感冒一样 那如果你感冒了 你配合治疗 配合一些化疗放疗的治疗 各方面配合医师的检查 就是定期回诊检查 我想它就像一场感冒过了就好了 这样我希望就是说有离癌的朋友 就是不要放弃也不要灰心 不要太过沮丧